哎呦 你们买啥去了这么长时间啊 给你买的咖啡和红牛 就四百多公里 怎么准备这些不 四百多公里也得开五个小时呢 那时候困了喝点咖啡 你到够去的时候你再出个烟 咖啡加烟法力无变 人家说冰浪加烟法力无变啊 那吃冰浪不不好吗 你先用咖啡顶着打 看你怎么那么充分的份上 我终于四个小时开到 开那么快干啥呀 虽然我归心世界 但是安全第一啊 你就慢慢开 反正几点到了单独就饭吃了 就当旅游了 都收拾好了呗 都收拾好了 直接踢走一下 启程呗 启程 走了 走嘞 宝贝 走 谈点让人羡慕的爵士好老婆 老公 你来干嘛呢 我来睡觉啊 那个房间热死了 你就让我在这里睡嘛 其实刚刚我就想去叫你呢 每次都是你主动 你不要面子吗 我要什么面子呀 我跟你说老公 你就是我最大的面子 那两个人吵架 总有一个人牵地图吧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我总不能让你地图吧 我跟你说 小女子能去能伸 下辈子不已 没钱怎么了 没钱我们可以去散布 去看星星啊 听听音乐 一样也很开心啊 和房子有车子固然好 可是 没有又怎样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你以为你没钱 我就不会跟着你了吗 老公 某个人我告诉你 我生气了 别惹我 生气 还拿手机拍我呢 你别给我动手动脚的 我知道你累一天了 我给你捏一捏了 你怎么这么烦人呢 难道我还不懂你吗 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不说话 但是我不可以不说话 你可以不原谅我 但是我不可以不哄你 你可以一生气 一转身就进屋 但是我不可以 不跟着你进屋呀 你可以不给我好脸色 但是呢 我必须和颜悦色 你是个女人 女人脸皮都薄 难道你不要面子吗 老公 什么是面子 我老公都生气 我还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夫妻两个人生气 总有一个人先低头的 难道我给你吵一下 打一下 这就是别人所谓的面子 我跟你说老公 咱们两个人好好的 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好 这就是最大的面子 媳妇 为什么我当初那么穷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 老公 你看 你看那十多年前结婚的 奔着车奔着房去的 那很多人基本都离婚了 你看那奔着人去的 最后都有车有房了 其实男人并不傻 你看奔着车奔着房去的 就像车房一样 旧了老了就换了 那奔着人去的呢 只要是个男人 只要是个男人 但凡有点良心 都不会辜负你 就像我们俩这样 等有一天 我老了 走不动了 我希望 我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你还能给我买汤葫芦吃 你不是说你过年才回来了吗 我出差这两个月 你一直在这摆胎啊 也不是我就是在家太无聊了 别再说 我就是想帮你早点还给你创业欠的钱 在我自己来就行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但是我想让你早点请我 傻丫头 吃饭了吗 那 这都是 走 我带你吃饭去 我这还有租金 我一定回去吃 吃饭去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想帮你帮你修我 安静 安静 哥哥 嗯 你半夜给我把水接好 真的特别感动 但是我能让你提个小小的意见 是啊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接85度的水 或者是100度的水 我喝60度的水 我不是想你半夜起来 它温度降了刚好吗 可是它叫保温杯 我半夜就喝了三口太汤了 所以你是到底是感动还是想要教育我一下 所以你是到底是感动还是想要教育我一下 碰病快乐着 你提个建议 好 那你赶紧睡吧 干嘛呀 你回来了怎么不上楼 你一个人在车里待着干嘛 哎呀我都累了一天了 我只想在车里安静待一会儿 你别什么都管好不好 烦不烦呢 好 那那没事 那小车点烟啊 我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在家等你啊 哎呀老婆 哎呀我刚才 没事没事 我都懂 我知道 你是我们家的顶娘柱 上有老 下有小 压力很大 回家嘛 不就想卸下面具放松一下嘛 虽然我不能完全体会你在外面都经历了什么 但我知道 当你在车呆的那一刻啊 其实真正才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才不打扰你呢 但你要记住 虽然大事我帮不了你 但每当你累的时候 我和孩子就是你最大的一刻 知道吗 怎么了 老公 你带钱带够了吗 带了呀 不用 拿去吧 你拿去吧 等下到的你要先把单子给买了 千万别让你兄弟给买单子 知道吧 你还太多啊 我走了 扫脱点你 哎呦 好 要是两年之后还买不起房大办 还买不起啊 好 那 那我们就去一个小城市 然后租一个店 那你呢 就买一辆皮卡 每天早上去进货 然后我就做我的老板娘 是不是挺好的 哦 这么一想也可以啊 对吧 嗯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累了 我们就回家 给你的爱 这份 安情 你好 二位 可以接受一下采访吗 可以 请问你们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有 嗯 我们托斯娜在那边说了一个 分娩体验的表 你愿意让你的先生体验一下 你当时生孩子什么的体验 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老公也从来没让我体会过他 分床睡 你怎么了 正好好的 哎 咱们两个结婚都十几年了都没分开过 今天晚上你要给我分房睡啊 今天晚上咱俩必须分 老公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了 我给你买就是了 不是 今天晚上咱俩必须分 分开睡 我跟你说 人家两个人之间就算有什么矛盾 夫妻吵架 床头吵 床尾河 哪有隔夜吵的 我不分 我这几天不是感冒吗 天天晚上咳嗽 吵得你也睡不好 我一动你就跟着醒了 你看你跟我熬的 气色都不好了 那你不舒服的时候 我不得在你身边照顾你吗 所以咱俩分开 你好好休息 白天工作那么忙 老公 我跟你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才修得共整年 你说我修了一千年 我容易吗 我不得好好把握着呀 再说了 你这几天不舒服 我更得陪着你呀 夫妻之间 就应该是同甘共苦 坎坎坷坷一起走 大起大落 不放手 这才是夫妻呀 来赶紧睡吧 下班不想回家 烟夜没了 师敏 我马上就回去 我不是还亲你的 给 你不是不让我抽烟了吗 不是说这就马上接掉的呀 慢慢来嘛 给你发烧水不回 这号也打不通 我就叫你手就没电了 哎呦你的胃不好 我给你热了牛奶 好大这个面包 你先垫着去 师敏其实我就是 哎呀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是我老公啊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我给你热了牛奶 你过来 给你闪充一下呀 家里还包了 你爱喝的玉米排骨汤 你打一把游戏 继续回家哦 我在家里等你 我曾经照过多样 要是吗 我跟你 固别在哪里 那我就听过了 我这叫你 我试试 我试试 我要给你 我感到这个 你 担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老公你看看 有的时候你把早上上班的话呢 连早餐都吃不上 中午那单位里面工作餐又吃不好 等晚上回来 你想吃啥 那必须给你做上 你不是朝生气走了吗 我上哪去外面这么热 再说了 天气这么热 我怕你吵架吵渴了 脑 给你买个西瓜 给我吵架你还给我买东西 老公你记住 吵架归吵架 赌气归赌气 但是一点不影响我爱你 吃西瓜不 吃 口渴了不 早就渴了 吃完再炒 多幸运在最美的 哥 整一个 当家都送多了门 走 带你回家 没呢 我那酒量 弟妹真漂亮 都说女的越漂亮 男人越有本事 哥 我没啥本事 瞎说 厉害着呢 哎 这样 咱们第一次见面 咱加个微信 有哥不建议吗 没事 加呗 加呗 不好意思 二哥 我手机没电了 咱下次 下次一定加 这 要问我送你吗 正好啊 提了个新的 你给他 不用了 我们这自行车也挺快的 那行吗 来吧 来一个 老公 我给你买了几件 你这不有电吗 手机没电是假的 对他没电可是真的 你是我老公 我不得给租你安全感吗 怎么能让别人 有可乘日记呢 大家呢 你也要记住 成年人可以有一生朋友 但一定不能越界 我们在别人的情感里 避嫌 是每一个成年人 都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 老邦 一个男人最骄傲的 不是他有多少女人 而是他的女人 愿意为他拒绝多少男人 老邦 我很骄傲 不 一个男人最骄傲的 不是他这辈子爱过多少女人 而是他这一辈子 只爱着一个女人 老邦 我也很想 回家 好 别人 我像他这一辈子爱过 都像过一辈子爱过 一辈子爱过 我像我一样 我像我一样 一辈子爱过 你一人 我像我一样 一辈子爱过 我还不怕 你一样 你一样 我像我像我一样 一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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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说想吃小龙虾 我一早就去市场买了 我洗干净弄好了 把我手夹了好几次 你说没事陪我喝两杯 我批语给你编好了 那你不想让我去 你还答应这种爽快 那你都给朋友约好了 我不让你去 你多没有面子呀 再说了 你说你每天都二十回家吃饭 你能答应的饭局 肯定是对你有帮助的 让你去吧 你俩这么好啊 媳妇 老公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一个好女人 可以兴旺三代 娶妻要娶嫌 男人无智 家道不行 女人不容 把财赶走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肯定有一个 默默无闻 付出 支持她的女人 说的太好了 我要做一个 大力支持你的女人 赶紧去吧 行我去了 回来 哎 怎么又反悔了 那两瓶酒拿着 然后招待客户 招待朋友 还有记住 在外面 多吃菜 少喝酒 喝酒别开车 好 结束了给我打电话 我去接你 晚上回来 陪我吃夜宵 给你做好了给你留着 好 去吧 老夫妻没有隔夜愁 床头吵架 床尾合 刚才我没控制好自己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媳妇 为什么每次吵架 都是你先哄我 你不要面子吗 什么是面子 难道 我给你吵一下 打一下 这就又有面子了 你说夫妻之间 非要争个 谁对 谁错 谁输 谁赢 那日子还怎么过呀 媳妇 你真好 老公 记住 以后生气了 你告诉我 明明哄一哄 抱一抱 就能解决的问题 干嘛 还生气 还冷战一晚上 自己搞得自己心情也不好 对吧 走吧 赶紧 这房间好长时间没睡人了 床单也没洗 晚上还有无人能咬你 走 回房间睡觉去 下辈子不一定 这么东西就是 谁拥有的更多 谁就不去和别人计较 你知道不 一拥有这么多 他已经是本身就是一个 穷穷恶地要死的人了 你何必和他去应对呢 发不着喝他的那个是什么呀 老公我回来了 老婆 你不是跟朋友聚餐了吗 这么早回来了 是啊 他们吃完饭还去唱歌呢 我心想让你一个人在家 吃饭也吃不好 再说小孩一会儿就该睡觉了 我就找到个理由回来了 你手里拿什么呀 我那个大闸蟹刚才没舍得吃 给你打包回来了 还是热的呢 你快趁热吃了去 老婆 你那么多朋友在一块呢 你打包 不嫌丢人呀 哎呀 我给自己老公打包 有啥好丢人的呀 再说那些菜那么多 那哪能吃完呀 而且我们在伊队说过 以后过日子要勤俭世间 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那铺张万费的才丢人呢 对吧 给我转账干嘛 不是啊 下午咱俩逛街 买东西你付的钱 你忘了 我付了一千块钱 你给我转六千六百六十六 啥意思 不是 不是让你给我逛街 不是让你给我买单 你记住 你是我女朋友啊 买单这是我们男生 应该做的事情 你是我男朋友我知道 但是男朋友跟买单 这是两码事 所以 所以就是我找男朋友 不是为了让你给我买东西 你记住这一点 男生给女生花钱 那是应该的呀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 为什么出门就得男生花钱 买东西就得男生付款呢 我们是男生啊 男生花钱 就能理所应当的事吗 你妹 是我三公子正前吗 你别这么说 首先大家都是接生养养的 然后工作都不容易 对不对 再说了 我虽然是一个女生 但是我有手有脚 对不对 我可以挣钱 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有道理 他说那你要我干嘛呢 你可以买你喜欢的东西啊 对不对 你可以买父母喜欢的东西啊 对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会想让你攒起来 不是 攒起来干嘛 攒起来巡逻 当时都会失心的白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quête 词苹 请不吝点赞 订阅